来看到昨天的这个侯友宜 抛出了这个购想这个证件 而且他说不只是客户照顾 全免费 寒暑假也开班 那么当然 这确实有照顾到一群人 弱势单亲 很多人会觉得说太好了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包括了台湾亲子共学 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变相让劳工多加一点班 也就是老板也会觉得 反正学校可以延到七点 要求员工加班 让资方合理去压照劳工 那赖伴你也知道他会怎么骂 就是说侯友宜一到选举 漫天喊假 只是画大饼空头支票 全教总说 有需求的家长一定很高兴 但现在家长亲子互动时间太少 非常担心家庭教育不张的问题 台湾学生根据他们手上的数据资料 已经是平均在学校时间 9.5个小时世界之冠 侯友宜提出的 证件本末导致 学校应该是辅助家庭 而非替代家庭 补教团体也有意见 他说开设了民营客后照顾班 成本开销大 南韩学校委外的客后照顾班竞争 可能会压缩到 私营客后照顾中心的生存 业者也有意见 那当然我身边有不一样的家长会觉得说 无感耶 因为本来确实有上学校的课后班 但发现老师都不管功课 所以功课写不完就只好自己去找安清班 所以他说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啦 学校课后班的话要重的是质量 那家长一定不想如果下班之后还要陪小朋友写作业啊 所以他说如果说一直这样开班 老师不管也没用 这是有一部分家长的声音啦 但是我认为确实是真的是可以照顾到 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 所以靳平觉得说 比如说针对20到40 甚至高一点点的扛世代的票 确实有用吧 真的非常有用 因为不管你刚刚讲的诸多的问题 实际的操作层面 学校的时间可以延长到 如果说照回有余的证件可以延长到晚上7点 还是现在的很多家长面临的现状 只能到4点4点半 然后一顶多到5点 那他来不及下班时间还没到 那如果是安清班的话 可以当然到6点 甚至有些是可以谈的话可以到7点 像我今天我就跟安清班讲 我6点半可以赶过去接 他们是6点下课 那我6点半过去 我说因为从台北我要赶回去 我要算塞车 以我这个家长来说 我今天下午等一下我录完影 我要赶回去桃园 回我的选区平正去接我儿子下课 我会去跟安清班讲 所以我们这种家长当然非常有感 而且每天都在敲这种事情 我看到很多同学 昨天我太太提醒我今天 因为今天我太太没办法接 平常是我太太接 那我太太交代我今天一定要接 她说6点一定要接 最晚不能超过6点半 你要跟老师讲好 所以我早上还特别在跟老师赖好 讲清楚 把那个时间讲清楚 要接小孩的时间 然后回家带小孩回家吃饭 所以这对我们家长来讲当然很有帮助 那而且你实际注意到 你去看哪一个候选人去细道 这简直就是到议员的证件了 已经超过立委了 那你知道延长时间到晚上7点 平时寒暑假都开班 这真的是议员的证件 真的是已经细到这种程度 那你不管亲子共学团 还是其他的什么团体 或者是讲一些比较酸言酸语说 你这不是鼓励老板压榨劳工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解决问题 你现在讲的是另外一波以后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或问题 我们先解决现在家长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的确刚刚你讲的 会有一些家长说 在课后班都好像不太要求功课 我要跟这些家长讲 其实有他们有要求功课 只是说把他们要求功课写完 会给老师看老师会批阅 只是说功课到今还是细 还会不会再额外抄写课外读物 还是去另外要求 比如说你小孩子写字要写得很漂亮 就是这样那个就课后班不会做那么多 因为资源有限 因为这我也要帮每一个学校 公立学校的课后班老师讲话 那不是每个学校有那么多的老师 那么多的资源 会花时间和精力去看你的每一个小孩子 字写得很工程很漂亮 然后抄抄写再用橡皮刀把它擦掉 重写一遍 或者是再叫他抄写另外一个作业习题 写数学或其他课外读物 通常小孩子写完功课 就会让他们在校园里面快乐的玩耍 天气好的时候像今天 昨天这样就让他们在外面跑 我儿子也是这样 我儿子之前就在课后班 是因为我太太没办法去帮我接 我们两夫妻都一样 他没办法在下午四点五点的时候 来得及赶过去接 只好就送到安清班 所以这个政策肯定有打中 当然啦 如果你沿到晚上七点 很多的这个家长一定说 他尤其是课后班真的是比较便宜 跟安清班比较 除非你想让小孩子多学一点功课 然后回到家的确 我只要签你诺布 像我现在很懒 晚上回家我就签 我就负责签名 有时候去接我 像我今天接我小孩 在安清班写的功课 我就直接在安清班帮他签好 我跟他讲说 安清班那个带子 他里面的讲义都不要带回家 免得增加他的书包的负担 就帮他安清班就好了 我签完我就问他签哪里 我很懒 我连看他写什么都没有 反正老师帮我看过了 我就签我的名字 签完叫我儿子放回去 放在教室里面 他的座位上 然后说啦 不要把安清班的包包和书带回家 我晚上还有时间 最好美国时间帮他看 这是我太太会做的事 所以我就说 每一个家长的需求不一样 有需求 有市场才有需求 侯友宜提出这个是代表什么 因为有市场嘛 就这么简单啊 有一群人真的很需要这样 有市场最有需求 我跟你讲侯友宜提则 这个公立国小 客户照顾免费 跟时间延长 以及寒暑假安清班 很多爸爸妈妈 不是寒暑假都有空 像我们家长有空 我还可以寒暑假带我孩子出国 我尽量想说存钱 每个月每个暑假 家长又没有寒暑假 上班的又没有寒暑假 我们没差 少上一点节目 我就可以出国了 所以像我之前暑假 不就跟制作单位请假 我就带小孩去日本 就一样的道理嘛 但是不是每个家长 都有这样一个办法 他要上班 他有没那么多的假 小孩子就只能在这个学校 或者是他要上一些社团上才艺 那就只好让他在学校 所以我觉得 像我们这种三明治的世代 为什么讲三明治 下面有那么多的小孩子 下有小 上有老 侯友一上次不是提出了 80岁以上的免八试量表 然后包括这个亲银共居的东西 还有这个老人家的一些 长照的福利这些 对我们这种 我还要照顾我妈妈 照顾我这个家 我上面还有这个 就是等于小孩子 我的小孩的阿公阿嬷 爷爷奶奶 要负责照顾的 然后我下面有这些小朋友要 我们这种三明治世代 20岁到40岁的三明治世代 会打中我们的生活需求 会等于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 等于我如果投给侯友宜跟赵绍康 我未来四年这些状况 我可以迎刃而解 然后面临很多的这样一个状况 可以稍微碰到解决 有一点舒缓 是那种感觉 所以我才说 刚刚我们在讲说 侯友宜现在跟赵绍康分工 已经定位明确 他要抢的就是中间邮里票 跟年轻选票 而中间邮里票有很大一群 跟上班族的职场妇女 跟职场爸爸 有很大的关系 平常不太关心政治 每天就正日忙首于工作 跟家庭蜡烛两头烧 那通常到了选前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才注意到 看看新闻 然后收到了投票通知单 跟选举公报之后 才注意到说 那我来看看这候选人的这些证件 侯友宜跟赵绍康要打的 就是这一群人 那这一群人你说平常 他是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 还是怎么样 他不会特别对政治 有太大的设例 但是像我刚刚形容这种 20岁到40岁这些 像我们这种职场的爸爸妈妈 然后三明治的世代 我们就会觉得再加上 我这两天碰到一些朋友 比较年轻的 就是刚结婚一两年 或者是出社会两三年的 他们都有跟我讲说 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回家 跟爸妈讨论 去想说准备买房子的投期款 然后还有一个 刚结婚一年多的跟我讲说 他就准备可以跟他太太去 他们现在租房子 他们说他们准备要去看房子 我说要等侯友谊当选 你不要冲动 我说等1月13号以后再说 他说他们真的觉得说 这种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他说不可能找他的太太的娘家 或爸爸妈妈 帮他们出个两三百万 他觉得这很实质 民进党现在一直打 就是1500万要带多少 20年30年年 背那个就多 没有叫你借到1500万 1500万的里面的quota额度里面 你可以借100万200万 150万300万量力而为 只要你解决你的头期款的这个问题 那政府以后如果他提出来这个政策 政府以后来帮你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从我刚刚讲的房贷 到长照的这个巴士亮表 到现在小孩子的 照顾的很多是瞄准上班族 跟这些经济选民 这些不见得是所谓的什么经济栏 本土栏或知识栏 也可能有绿的 有可能有浅绿的 或是没有特定的政党景象 所以如果侯友宇跟赵张张 可以从这个重心 这个在这个区块政策 在最后两个礼拜 我觉得不是没有出现 黄金跟赖清德 不是没有出现黄金交叉 整个死亡交叉的状况 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 刚好到过了12月30号 跨年一月份以后 就最后两个礼拜 又不太能公布民调了 那这样子过了黄金交叉 那就会呈现出这种有翻转的契机 就是我觉得虽然现在各项民调不一 我听到的是 国民党目前的最新的民调 内参的民调是 落后这个赖清德1.9% 那林涛有跟我讲 上次上一波做的是2.6% 那现在是落后1.9% 你看又收巧了0.5%的差距 美丽岛是落后2.5% 绿营内部民进党他们的 绿营的名嘴有跟我讲 还有民进党有跟我说 他们是说绿营内部做的是 大概落后5点多快要6% 那靖新闻做的是8.3% 那TVBS跟美丽岛差不多 所以我综合这样平均 两组这个赖跟侯 他的差距真的是在缩小当中 所以你说侯跟赵 是不是更要打这些经济选民 和中间的选民 最后一个月 就是要抢这些中间游离票 跟所谓的谁有当选的可能 跟谁的政见最能够 打动我的西瓜派西瓜票 我觉得就是要着力在这一点 那如果我先请到亮哥 国民党这块组织盘的部分 是不是全部都差不多了 比如说王金平呢 已经接侯友宜的 全国后援会的总会长 那再次出山要替侯友宜 复科当年的三三造势 北中南人数将会破10万 12月23台北凯道 12月24台中1月7号在高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王金平整合成功了 屏东的周家挺侯友宜 而且要全力动员 主要是屏东议长周典论 接受了就是昨天吧 出席王金平邀约的参序 而且承诺一定全力动员 呼吁大家团结打胜仗 那郭台铭愿意站出来胜选几率大 那你知道他女儿中常委周梦荣 他就是挺郭派挺郭大将啊 被问到或是否转挺侯 也松口了 说只要可以下架民进党挺谁都可以 包括昨天这场参序的挺侯要脚 全部都到 那潜云理想张荣卫啊 金门县议长洪云点啊 新宿市议长许修睿都出席 梅道场的张化县议长谢点灵 南投县议长何胜丰 王金平也透露这两天还会跟他们碰面 谢点灵今天消息来了 他说要不要挺侯 25号会正式表态 那他还是有强调支持政党轮替 那他说在25号26号才会正式表态支持谁 但是他也有讲得很清楚 希望大家起手第三名要保全第二名 所以我请教亮哥这一块 不管怎么样的话 就是说可以说是蓝军 这些年来近年来应该是最最最团结的一次了吧 几乎已经是密不透风了 韩国瑜那次也蛮团结的 因为他是初选产生的 我坦白讲我是蛮乐观 最后那个礼拜郭董会站台 因为郭董也会帮国民党的立委站台 所以就会自尊顺势这样 我倒觉得王金平王院长掌握了这个盘 这个没有问题的 现在是有好几个都列入部分区的安全名单 事实上他们都选过县市长 那你就要去看谢龙介在台南 孰清权在屏东 那张家俊也是部分区 那就是云林就是张家 我觉得大概这一些 不过我觉得侯友宜 这个 有一点我一直想不透了 因为侯友宜的新北市只赢0.1 小小小小小赢而已 然后台北市是大输 对 这个是要打屁股的 因为到陶竹明显就明显赢了 陶远也赢 对可是你没有理由台北市会输啊 台北市是蓝的 对 而且蒋湾还是市长 那侯友宜是现在的新北市长 事实上你要去补赖清德在南部赢的 你一定要北台湾一定要赢啊 所以我认为双北啦 因为你刚刚念的那些人 双北死不上力 对 所以我觉得是侯友宜在自己的新北 还有蒋湾在台北市 我看还要加加把力啦 因为我看了好几个民调 侯友宜北台湾没有赢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因为你可以有好几种角度看选举 你从区域角度看 你双北怎么可以输呢 我认为双北至少要赢个10%吧 那你去补南部的 那你这样最后还是会赢吧 对不对 因为它现在的年龄层 我觉得经过这几个政见加持 它是到20到29元慢慢上来了 大概有25左右 那30到39元现在还没出来 所以我是建议 它这些真的有打到要害的文宣要做广告 比如要整天在那边 黑啊落地黑 我已经听得快昏倒 那个是在打弊案打民进党的乱七八糟的形象 我认为他现在开始要打正面的 这个同意 正面文宣 然后把他政见这些东西可以包装 你要让大家知道嘛 为什么要同意 因为19最后一支就是我们准备好了 这个这个 他那个正文宣要开始出 正面的文宣要出来 对对对 把刚刚我们讲这些东西 他可以做一个形象和整个整体包装 以市民的出发点 广告也是一种艺术啦 平常已经讲侯友宜这几支广告 揍的水平都很低啊 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朱立伦 什么 朱立伦呢 在中常会上这是最新的说法 国民党内参民调 侯友宜已经正式超越赖清德 领先0.8个百分点 那朱立伦也坦言 国民党的弱点在于20到40岁之间 以及云嘉楠高高频明显落后 我补充一下刚刚你讲的那个组织 我知道是王金平院长 他现在接全国会员会 委员总会长 以他这礼拜五下午来讲 就要先到我们桃园市 跟我们的市长和议长 副议长跟我们国民党团 一个座谈会就是浮选汇报 而这个行程不是只有桃园市 国民党议会的党团 我听到的消息是 每一个议会的 各县市议会国民党的党团 王金平都要去 然后跟那个地方的议会议长副议长一起 像所以谢连玲他到了彰化 谢连玲要不要来 要嘛 像今天到我们桃园 我们这个邱医生要不要去 要嘛 那如果当地有这个国民党执政下 比如说张化县长这个王惠美 他要不要去 一定要啊 就像我们的桃园市长张三振也要出席 所以这些县是一场一场的这个开 王金平来主导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然后国民党未来的15厂县市的这个 这个15厂大型的这个造势 我知道王金平有认养 整个负责的就有三场 这三场呢要找人还要找钱 王金平负责三场 五分之一耶 你也不要说王金平退休好像没事做 人家就这样子 这个拉着这个各地方他的人脉 包括李乾隆 李乾隆也帮他去找钱找粮草 所以大家都这样下去做 这是我少见到王金平这样老王这样子 他自己下来做 然后各县市也这样子帮忙 然后包括周典论 还有这个他的女儿周梦隆 也是我们国民党中长 都回来帮忙 郭台铭已经没登记没选了嘛 然后说有在瞧说是不是最后两三个礼拜 请郭董然后整个归队 这是王金平的目标 王金平正在做给他一点时间 所以我觉得最后是我看到的是 不管朱立伦主席今天公布的 民调状况怎么样 我知道他们是现在正在把整个 蓝军的气势弄上去 我今天早上跟韩国瑜同台 在我们巴德那边 我看到韩国瑜这样整个上台 然后韩粉全部到齐 然后底下直播组一堆 还有几位熟悉的韩粉 以前包括中间关台之前 那个几个大姐大哥啊 拿着那个直播手机在那边 今天都来了都出现 老朋友我今天看到四年前的画面 我好感动 韩国瑜虽然来去冲冲 他从近来到离开 各都要花十几分钟 然后一堆人要找他签名合照 然后要跟他握手 韩国瑜几乎快走不掉 但是他很赶 他的行程真的很多 但我看到这个场面 又让我想到四年前的寒流跟旋风 韩国瑜又回来了 然后这些韩粉又回来了 这些直播组老朋友又回来了 又归队了 真的让我联想到 是那个之前中天被关台前的 那一系列的那一波画面 跟韩国瑜那时候在选举照射画面 我在台上跟台下整个看到 我看的真的很感动 马上我四年前的画面出来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今天来大爆怪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早上10点到11点 那一个小时在大西巴德看到的场面 你投票了吗 目前我们投票进行了一个小时 6,170人参与投票 可是因为刚刚在线有到1万3千多人 所以请大家赶快永远投票 今天的问题是 2024总统大选进入竞胜站 三阵营都进入了抢中间选票大作战 你认为哪一个最吸引中间票 目前真的是完全压倒性的 85%在聊天室的观众都认为 后悠瑜提出这个 6到12岁国家雇 客服免学费的政策 最能够吸引中间选民 6% 其实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 都是一样的 6%人认为说是赖清德 跟办环岛拼图 萧美琴平古文 这个可以抢到 6%的人认为 科粉号召 网路串联直播 是可以抢到的 好 那回过头来呢 我在这边先谢谢 我们有一位网友 有抖内进来 Charling 他抖内Charlie 他说 侯振营应该要多拍些政策广告 例如画面中 父母辛苦 在各职场加班工作 小孩可以安心待在 客后照顾班 这样 而且这个政策 不只可以帮忙照顾家庭 也可以解决流浪教师的问题 让目前找不到工作的教师 直接客后照顾班 案件之类的 这是他的意见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都要抢中间票 蓝绿白兵家必争 我们刚刚看到蓝营的做法了 那么接下来 其他绿营来讲 他们现在接下来的 这个选战的战略战术 怎么做 萧美琴吧 我们就从萧美琴来看 萧美琴呢 其实到了政大跟选人互动 那还有特别提到 这一波呢 引起争议 虽然大波的就是课纲争议 文言文 要不要删 要不要废这个问题 萧美琴说 他挺古文啊 无论文言文或是白话文 都是学习工具 课纲有很多面向 那么教育是应该让年轻人更博学 我自信面对离开教育体系的世界 才是终极目标 所以他说 我不认为我们社会 有真正去中国化的问题 因为中国文化也是我们台湾社会重要的组成元素 台湾过去百年不少外来统治都会有影响 但最终文化有很多资产在里面 我是愿意用正面态度来看待台湾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多元文化 而好这个部分 你会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像中间靠 而且跟柯文哲也有点像啊 因为柯文哲说针对克刚山谷文争议 柯文哲说可以存在2000年东西有他的道理 在这边我先请教就是这个委员 目前看来其实萧美琴 他其实要主打他的人设还有形象 其实就是跟中间选民站在一起嘛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抢到中间表 民进党在做损害控管 他一定看到了欧贵之老师 那五分钟的视频 对于把文言文的教学 从四十五篇三到了十五篇 这么巨幅的三坎 这种呼声在全台湾各个角落里面 都引起共鸣 那很多民进党的撤意啊 那很多民进党的这些打手啊 这不知好歹 跳进来胡扯一通 那胡扯一通的最大的经典是谁 就是立法院长尤锡坤啊 你看引起反弹有多大 他说啊我廉此这种文章哦 是君主政治的产物 我老天爷啊 因为民主政治不需要廉恥 欧贵之老师一顶回去啊 引起全面的共鸣啊 对民进党很伤 对赖清德很伤 所以现在要借着 萧美琴出来做损害控管啊 哎呀这个 古文啊白话文啊 都是文化啦 我们都要重视啊 就是在把这个伤痕啊 给想办法给疗愈啊 要不然的话 尤锡坤那番话 真的是伤害很大 不过他当然借机 要打共产党啊 说去中国话 是共产党最厉害 那不是国民党 以前喜欢讲的话吗 抄国民党啊 没关系啊 好东西大家抄 不过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 的确的 像习近平讲 那个十年动乱 大陆上去中国话 非常严重 真的非常严重 也莫名其妙的概念 统统跑出来了 但是在改革开放 邓小平当家以后 完全改观 又180度转回来了 现在大陆上 最畅销的书 我跟大家念 大家一定很熟悉 叫做《论语》 好 再来什么老子 什么《易经》 以前大陆上 哪能教这个东西啊 在毛泽东时代 不能教这个东西啊 现在那个 连那个教 论语的老师哦 都能够上中央 电视台上面去讲论语 你就知道说 现在他 连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开始第一条 就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 我们有 有五千年的文化 他现在乖了 共产党乖了 同样回过来 拥抱中华文化 大陆上现在 文言文的教育 各个媒体 各个电视台里面 在朗诵 唐诗诗诗 学生的比赛的节目 多得不得了 那这个 小美琴讲的去中国话 应该讲的 第一个 讲的是几年前的事情 第二个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说 大陆是用简体制 去炒简体制 繁体制 以前国民党很喜欢炒这个 我是正统 所以我是繁体制 共产党是简体制 那我心里想说 要不要回到秦朝 我们大概用小转 那个才是真正的 最早的汉 字怎么写 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字写的内容 跟句法的构造文章的结构 跟里面所传达的文化 这比较重要 你说白河衣三进 你用简体制写 跟繁体制写 会有不一样吗 不会有不一样嘛 所以我觉得 小美琴在 故意在挑这个话题 他挑这个话题 竟然靠向国民党来 就想要来挖票嘛 不过这个 小美琴他自己 我觉得也很诚恳 他昨天表现 应该还不错啦 就是很诚恳说 哎呀 这个我的 我的中文程度 直到国中程度啦 等等啦 那民进党安全讲 台湾多言无聊 我吐槽你们 台湾哪个多言文化 你小美琴过不过封年纪 你不过啊 怎么有多言文化呢 对不对 那他讲了说 以前这个基督教掌导会 这个都是用这个什么 用罗马拼音 去拼写台语 我学过啊 但是就不能用啊 不管用啊 不要讲别人 你们掌导教会出版的 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台湾共论报 在美国台湾共论报 有一次我碰到美国台湾共论报 也是张老教会的 一些牧师在办的 我说你这个 怎么都不用台语写啊 嗯 他说 我们试过啊 用台语写没有人看得懂啊 哎 都台湾人自己用台语写都看不懂啊 那就表示说 台语本身是一种 一种口数 口数语言 不是一种书写语文 其实在大陆上很多语言也都是一样啊 都很难成为这个书写语文啊 那书写语文正宗了那对不起啊 就是就是柯文哲讲 2000年来的文章啊 对不对 那你学不学 你要不要教你的下一代学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是很重要 其实台湾的什么多元文化 就是乱扯的 台湾只有什么 以中华文化为主轴 以中华文化为主轴 吸收其他各种文化 所构成出来的现代文化 就每个国家都如此 你说中国大陆 有完全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轴 也没有啊 对不对 你看中国大陆现在 歌曲上面在唱的都是什么 都是西藏的飘到女孩子啊 这个韦吾尔的飘到女人在这表演在唱歌啊 它里面所掺杂的 满足了文化更多啊 你说旗袍是汉族文化吗 才不是的啊 对不对 现在女孩子喜欢大陆 女孩子喜欢穿旗袍啊 所以 这种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文化的要素最重要是什么 语言 语言就是还是中华文化的语言 然后文字还是中华文化的文字 还有什么最重要的节日风俗 还是中华文化的节日风俗 所以台湾社会仍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轴 吸纳一点点的日本文化 一点点原住民文化所构成的 好 那那肖美琴呢 他也回应了 就是说那如何 他被问如何说服在投给民进党呢 肖美琴说因为八年执政成绩 比前一任更亮眼 也就是蔡政府比马政府的执政成绩更亮眼 他所谓的这个八年的执政成绩 结果是这个样子 侯汉廷呢 说就是有赖清德的十二护法 哪十二护法 关说司法邱太三 接受犯罪组织招待的郑文燦 乔氏接受性招待的陈宗燕 乔氏要钱还家暴立委的林秉书 收贿喝花酒接受性招待的陈凯琳 副议长会选案的邱莉莉 烂道如渣的郭带清 替贪腐法官官说假释的蔡其昌 接受吸金诈骗招待的梁文杰 台塘弊案基线国家上亿不还的吴乃仁 百亿光电门神赖敬林 图利陈定南口中黑道的江聪渊等人 好那他当然其他还有补充了 甚至还有高端炒股 以及快筛小吃店的陈志忠 搞出超司采购进口弹的陈吉仲 做出十二亿棒球场的林志坚 以及屏东众树百里的苏贞昌等人 这些人虽然已经下台 但蓄势待发等着明年 赖清德上任之后 伺机重返执政 好那当然这个是最后对民营党来说 决战时刻 所以赖清德接下来的战术 是要用重心放回基本盘 加强陆战股票 十二月二十一到十二月二十四 全台环岛拼制 赖清德和这个支持者 共同拼出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美德赢台湾等等 首战从宜兰起跑全台绕一圈 而且夜宿当地最后再绕回双北 力拼国会过半 那么萧美琴呢 以年轻人女性为重点浮选区域 她的目标很明确 选前最后一周 赖萧佩将全台大车扫 全力巩固基本盘之外 也希望能够催出中间选民 大家都要抢中间票 从这几份民调看出来中间选民游宜的 非常重要 目前还在观望 这招有没有效 以赖萧佩来讲 请教波基 你是说大 还是他们扫街 向中间靠啦 对啊 扫街可能是基本盘 顾基本盘啦 但是萧美琴的一些论述谈话 感觉向中间靠拢不是吗 他必须啊 选举的所有人的言论 不是有用吗 一定要往中间 但是关键是 人家不是看你说什么 是看你做什么 是吧 所以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第一个 贪腐要不要打 像侯瀚廷去讲什么十二户法 不止啦 对啦 吃肉粒都有啦 什么什么 他们吃的 那个什么吃糖吃蹄 什么都吃好不好 所以 第一个你要唤醒这七年来 到底民进党作恶多端 做到什么程度 这是第一个 这个不是说 打弊案不用侯友仪自己出来打 不用赵赵康出来打 国民党有这么多的小记忆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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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去开记者会 都可以去揭露 但是呢 这些终究是旧的 这种叫做唤醒记忆 唤醒记忆只是把原本 就是说让绿只剩基本盘 可是绿的基本盘稳不稳很稳 好 这个叫做 你让中间选民 当他今天觉得 我想要投给民进党 他会犹豫 这个是所谓的唤醒记忆的做法 再来第二个 如果有新的弊案 那是可以让他们的绿的盘 甚至会有 里面会有裂缝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裂缝 所以这是叫做在 加强打法的话 如果今天有新的弊端 或是负面观感的议题 这个都有可能有新的 选票的流失 可是我认为他们再怎么再怎么少 大概他们 还是有一个稳固的底盘的时候 那就只能 接下来的就是叫做 你要给人希望 在野阵营要告诉 这个 你诉求的 其实当然就是中间选民啦 因为不管在选举最后 不管我认为现在蓝绿白三个盘 基本上你看所有民家大概都稳固了 稳固了 现在三条线慢慢趋向 后面都是一个平行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重大的起伏的时候 后面关键就是 你要如何让你的曲线能够往上 那那个往上就是一个你要给人希望 你要带给这个国家什么愿景 这个就是要由总统正负总统候选人去做 所以刚刚我有听到嘛 就是讲那个什么 选前最后一波的广告什么 我们准备好了或怎么样 可是拿2008来做这个举例 其实是因为那个 他那个那时候 马英九不是因为这个广告赢 马英九那时候稳赢 只是这个广告大家一看就觉得 对 那个会强化投票动能 是是 对 那个时候马英九不需要这个广告他也会赢 可是你说像你要诉求的愿景 比如说我认为最近 那当你提出的政见会被讨论就是好的 比如说最近这个讲什么猴照顾 什么这个就是客后照顾的这些的议题 我必须说像我们这个年龄 很多的同业也好同事 我们同年龄层的大概小朋友开始 有的读幼稚园有的上小学 他们烦恼的家长烦恼的都是开始什么 保姆啦公托幼托啦 什么幼儿园抽不抽得到啦 然后呢都是这些问题 所以当你帮他们解决 政府能够帮人民多解决一项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他的支出减少 比如说他花费的成时间成本 人力成本降低 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政府是有能力的 这个东西会很有感 跟那种什么嘴巴讲的什么意识形态 我要什么台湾独立啊什么 什么我要怎么样的 那个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大部分的选民都是所谓的经济选民 而这个经济选民又分两个层次 一个叫做总体经济 一个叫个体经济 总体经济选民是看大环境好 比如说有很多是有股票的 股市上涨 所以为什么民进党当选的时候 一直把股票股市 当做他们很重要的经济指标 其实这是一个病态的现象 但是他们就说我们的什么股票上万八 所以这显所未有的好没关系 但是你说这些股民会不会开心 开心啊股民还是开心啊 可是呢那个叫总体的 后面有很多个体的个体叫什么 就是你虽然股市上的万八 这也是肖美琴自己讲的 经济的果实并没有所有人都分配到 所以有很多人当他感受不到这个 自己的经济有比较好的时候 那种相对剥夺感出来 然后又发现奇怪 你们绿营的每个盆满钵满 每个过得肥肥的 然后呢违法又不用罚 然后呢违建不用拆 就是那个相对剥夺感一出来 这一群的票很抱歉 就会离执政党远去 而在野党要去抓的就是这一群人 就是这一群不一定有意识形态 不一定有蓝绿 但是他很在乎他的生活 希望他的生活能够变好 而最后要给这一群 这个群这个族群能够有愿景有期待 很有可能就是最后选举的 那个所谓的关键的少数 那当然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现阶段剩下30天了 30 对就是就是一个月 今天12月13嘛 明年1月13就要投票了嘛 最后的关头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 不要犯错 就好比说昨天后友宜有道歉 像这种事情 就是不要再犯错了 就是你的错误越少 你的得分越多 你就以胜率就越大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佛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不愿意 不愿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